好 頻道肯定在今天舉行一個鐵人三項的比賽 可是呢 就傳出有一名科威特級的選手 他昨天報導的時候就被查出 你居然還在居家檢疫期間怎麼會跑出來呢 也就是說他檢疫期間還沒跑卻從檢疫所逃跑了 所以呢 這一名選手當下是被攔住 再度被送到檢疫所去 那按照規定喔 他最高可以開罰100萬 可是根據我們了解 這一項比賽第一名 也只有3000塊錢 美金的獎金 所以呢 換算臺幣大約是10萬塊錢 恐怕讓你得到的第一名都不夠繳這個髮金 笑聲一響 所有選手立刻往海裡衝 鐵人三項肯定登場 不過現在傳出有外國選手居家檢疫都還沒完成 就想混入其中 他想要參加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防疫 我們還是有一定的規則 那所以他還沒有到他居家檢疫期滿 那這個部分我們防疫優先 這名違反規定的男選手來自科威特 這個月18號他才入境台北 依照規定要接受居家檢疫14天 但時間都還沒到 他竟然在4月24號偷溜外出 從台北坐高鐵到高雄 再從高雄搭計程車到墾丁 報名鐵人賽 報到的時候就發現 所以就立即通報 所以他就單獨在一個房間 那所有的人也沒有什麼接觸 然後也都有戴口罩防護 他本身也不是確診個案 他是有取得陰性證明才進來台灣的 我們就立即啟動這個 由防疫人員防疫計程車 來把這樣的個案附送到他 必須要再繼續居家隔離 保險主辦單位購積警 沒讓對方參加比賽 台北衛生局表示 這名外籍選手 其實之前就有申請外出 說要參加鐵人賽 但審核還沒通過 他就擅自從檢疫所離開 第一時間指揮中心就發出通報 透過警察系統找人 也強調選手並非確診個案 只是大老遠從國外 跑來台灣參加鐵人賽 卻無視居檢規定 這下男子不只沒筆鬥賽 還得吃下十萬到一百萬的罰單 記者林安平評論報導